马斗福音第十九章 耶稣讲完这些话以后 就离开加里雷亚 来到约旦对岸的犹太境内 有许多群众跟随他 他就在那里医好了他们 有些法利塞人来到他跟前 试探他说 许不许人为了任何缘故 修自己的妻子 他回答说 你们没有念过 那创造者自起初 就造了他们一男一女 且说 为此人要离开父亲和母亲 依附自己的妻子 两人成为一体的话吗 这样 他们不是两个 而是一体了 为此 凡天主所结合的 人不可拆散 他们对他说 那么 为什么梅色还吩咐人下修书修妻呢 耶稣对他们说 梅色为了你们的心应 才准许你们修妻 才准许你们修妻 但起初并不是这样 如今我对你们说 无论谁修妻 除非因为拼居而另取一个 他就是犯奸淫 凡取被修的 也是犯奸淫 门徒对他说 人同妻子的关系 如果是这样 倒不如不娶的好 耶稣对他们说 这话不是人人 所能领悟的 只有那些 得了恩赐的人 才能领悟 因为有些淫人 从母胎生来 就是这样 有些淫人 是被人淫的 有些淫人 却是为了天国 而自淫的 能领悟的 就领悟吧 那时 有人给耶稣 领来一些小孩子 要他给他们 副手祈祷 门徒却斥责他们 耶稣说 你们让小孩子来吧 不要阻止他们 到我跟前来 因为天国 正是属于这样的人 耶稣给他们 副了手 就从那里走了 有一个人 来到耶稣跟前说 师父 我该行什么善 为得永生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问我 关于善 善的只有一个 如果你愿意 进入生命 就该遵守诫命 他对耶稣说 什么诫命 耶稣说 就是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应孝敬父母 应爱你的近人 如爱你自己 那少年人 对耶稣说 这一切我都遵守了 还缺少什么 耶稣对他说 你若愿是成全的 去 便卖你所有的 施舍给穷人 你必有宝藏在天上 然后来跟随我 少年人一听这话 就忧闷地走了 因为他拥有许多产业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妇人难进天国 我再告诉你们 骆驼穿过针孔 比妇人进天国还容易 门徒们听了 就非常惊异说 这样谁还能得救呢 耶稣注视他们说 为人这是不可能的 但为天主 一切都是可能的 那时 伯多禄开口对他说 看 我们舍弃了一切 跟随了你 那么 将来我们可得到什么呢 耶稣对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这些跟随我的人 在重生的世代 人子坐在自己 光荣的宝座上时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 并且 凡为我的名 舍弃了房屋 或兄弟 或姊妹 或父亲 或母亲 或妻子 或儿女 或田地的 必要领取百倍的赏报 并承受永生 有许多在先的 要成为在后的 在后的 要成为在先的 家里面 我认为在寻生 我认为在 这些时候 我认为在 我们的 worker